在签订天津条约后,双方约定第二年在北京进行换约来完成最后的手续。 但是咸丰皇帝在礼仪上十分较真,要求外国使臣见到皇帝必须要行跪拜礼。 于是咸丰派使臣与外国交涉,要求宫使进京必须按照藩属国仪式,不然就在安排在上海换约。 外国使臣强烈反对,身为战胜国居然要按照藩属国仪式来见皇帝。 英法两国果断拒绝清政府安排,带着全副武装强行进入大谷口,在突破大谷口设立的栅栏后,清军开炮驱逐。 在这一战中,英法联军受到重创,咸丰听到胜利消息后,十分兴奋,公开宣布不承认天津条约,这无疑惹恼了英法联军于是重整旗鼓,再次率领部队攻陷天津,直逼北京。 咸丰帝命令僧格林庆统帅最强精锐蒙古骑兵,在巴里桥一带迎接英法联军,在这场战役中,清军虽然表现得十分英勇,但是还处在冷兵器,时代的清军,还是不敌英法联军的炮火攻势,导致京城最后一道关卡被迫,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后,咸丰下的马上出逃避暑山庄,并委任公亲王一兴,作为钦差大臣留在北京全权代表谈判。 英法联军入城后,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,袁明园也在这次侵略中,被洗劫一空。 西方列强们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下,增加了许多条款来换取更大的利益。 谈判实侵政府,完全接受英法所有条件,最终签署北京条约,才平息战争。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扩大版,除了战争赔款和承认天津条约的有效性外,还割让了九龙半岛,开放大连,天津两个商部,允许外国人招聘汉人出国打工,使英法两国可以公开掠夺人口充当苦力。 在英法联军和清军开战快完结之时,俄国又出来趁火打劫,声称自己对调节战争有功,强迫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,承认爱魂条约的有效性,还割让了包括海参外港口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俄国。 过了一年后,葡萄牙看到如此软弱的清政府,便趁机逼迫清政府签署中普友好通商条约,又称中普北京条约,使得澳门正式以文件的方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。